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气候的暖化到现在是有争议的问题 其中一件事我们相信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解决了这个臭氧层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我们解决了这个臭氧层的穿洞的问题呢 我不敢说是否完全解决了 但是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努力 用了30多年的时间 我们发现那个臭氧层越来越稀薄和穿洞的问题是舒缓了 譬如说原本薄的地方我们看到就厚一点 我觉得像一个 我都很敢说 就是当我们男士在对抗脱法问题的时候 我们终于看到他多了几条头发的感觉 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去恢复一下 这个解决的问题方向我们记得几年前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大气层 我们的臭氧层分布图在那里 是的 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是说这几十年来是有做卫星的观测 来去看一下那个臭氧层穿洞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会定期有一些拍的卫星的照片 然后就看着这个臭氧层有没有迷口 但是为什么这些好像很旧的新闻 为什么有些东西要拿出来这一节的科学生思讲呢 其实当然当然是有新东西了 其实现在我们是终于出现有一个 由这个应该都是由美国那边射上去的 这个我要再仔细看一下 就是一个叫NOAA21号的这个卫星 就发射了上太空 它就成为了这个全天候去观测 这个地球臭氧分布的一个仪器 其实类似的project我们以往都见过的 比如十年前就有一个叫OCO2的什么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是没有记错 就是也是一个由太空总署射上去太空的这个人造卫星 就是去监测着全球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过程 因为我们签了一些条约去令到限制大家的碳排放 但是如果你没有监控机制的话 基本上条约签来都没有用的 所以就连带着就是说你们有相应的科技来帮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就是24小时全天候帮我们不停地监住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还有可以看到那个分布就是 哪个国家突然标了多一些的二氧化碳出来 哪个是标少了 其实由一个全年的追踪那里呢 最后就可以有一个客观的统计 就是说哪个国家有犯规没有犯规 哪个国家有达标没有达标 那就很清楚的 那个叫OCO2的这个专系体二氧化碳的这个探测器 就一直在运作着 好了 到了臭氧层呢 那原来我也很惊讶 是说刚刚现在这个时代 才有一个正式的全天候探测器的人造卫星 是射了上太空那里 而他在最近也都发放了最新的一批 就是这里讲其实2月的时候已经发放了 就是数据下来了 但是整个研究结果和向公众发表 就是我们最近就看到了 那么他就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分布图 就是地球上面的臭氧分布 由这里你甚至会看到哪里厚 浓度高一点、低一点 其实也反映到哪里厚一点、薄一点 那么很有趣的就是说 探测臭氧是一个最棘手的位置就是 如果你说的是要探测臭氧层那些臭氧 跟我们在地面上面 因为工业生产产生的那些臭氧 是两回事来的 大家都是臭氧 但是在地面上面紧地的那些臭氧 其实我们要来是没用的 那些甚至是对我们的肺有害的东西来的 吸了是商费的那些东西 我都看到有时候有些老前辈 以前去做一些厂 尤其是做烧焊 烧焊因为牵涉到一个很高压电的电门 很厉害的火化 其实在烧焊的过程 我不知道大家有留意是烧焊的味道了 那些烧焊的味其实牵涉到什么呢 当然是很多一些不同的化学分子 在一个这么高能量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些复合化学物 那其中呢 臭氧它都会产生的 因为它是可以看到一个地步 将空气里面的氧气都拆散 去令它产生到一些 比如O2变成O3的臭氧 那这些东西的吸引它就双肺了 这些东西就是长期影响过那个肺炮 那就是这些题外话了 那这些就是我们一般在地球上面的工业生产运动去产生出来的臭氧 但是现在这一个呢 我们就着重去看一下这个高空臭氧层的臭氧 那其实也是 就是间接它看到就是说 有什么的国家 它是排放多了一些的破坏臭氧层的气体 从而令到它那个高空的臭氧是薄了 那其实都是一个监测的系统来的 那这里都讲讲一些它的原理那个分别 因为它用到一个都挺独特的技术 就是你问我它新旧的技术差异在哪里呢 旧技术我自己都没有什么留意 但是它说原来这次这个新技术 听起来我就会明白到它为什么能够做得更加轻巧方便 就是说它是利用到太阳光照下去这个大气层的时候 由这个卫星接收回这个反射 由臭氧反射回出来的讯号 就是臭氧它对于那个太阳反射出来的光谱 是有一个特别的光谱的 就是令到我们知道 这些讯号就是由臭氧给出来的讯号 那当然你想想这个臭氧层那么薄 那么少 就是说它去探测这种由臭氧反射出来的讯号 一定要做到很灵敏才做得到 那么今时今日我们的气件灵敏度做到这个效果 而且它是由一个太阳射下去给出来的反射讯号 那于是乎 就是我估一下可以令到整个探测的仪器做得 相对比较轻巧一点都可以 那于是乎它可以做到一个 同样一个人做卫星 它可以不只是做在那个蓝极的探测 它可以是全天候和你一路绕着地球 甚至乎几个仪器一起去摆的时候 一起去沟通 是做到一个全天候的探测的结果 还有很有趣的 我们比如说想看一下这个蓝极臭氧层的洞 去补得好不好呢 就最好趁着我们北半球冬天的时候去做 因为当我们北半球冬天的时候 北半球的北极圈就太阳照不了 北极就会长期天黑 但是反过来在那个蓝极圈里面 就是如果你在我们北半球冬天 就是蓝半球夏天的时候 你去到蓝极的圈里面 蓝极洲基本上24小时天亮的 就是说24小时都有太阳的光打下去 从而有反射信号给我们的人做卫星收到 所以我们去看蓝极那个臭氧洞保得好不好呢 就要趁着北半球冬天去做 但是反过来那个时候 那个北极圈里面没有太阳光照到 我们就拿不到任何北极圈里面 臭氧层那个信号是怎样的 就是那个厚薄是怎样的 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号了 所以你看到他present出来的那些图很有趣的 总是有个光头有个位的 就是因为他拿这个讯号的时候 就是要么就是 困住这个蓝半球夏天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北半球就通了定 那个信号通了定 就是这次就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上去之后 第一次的运作给了第一批的照片给我们 可以这么说他的客观结果就是从此 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全天后的 这次双氧的监测系统去建立了出来 那其实这个又要说回了 其实是一直呢 虽然我们是在监测臭氧洞那个洞里有一些的发展 但是中间呢我们不是说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其实在近年呢 说在四年前我们发觉到呢 我们虽然好像一个缓慢的恢复 但是那个恢复的速度呢 那个蓝极臭氧层穿那个洞的恢复速度呢 是比我们预期慢了 而其中慢的原因呢 就是看到 是查到呢 就由中国东部的工业生产 排放了很多那些破坏臭氧层的气体 那种气体就是CFC 那些绿氛化碳类的气体呢 那其实就是以前旧雪柜用的那些雪种呢 就用到这种气体的 但是呢 就是说呢 自从80年代我们发现到这些CFC气体 是会影响到这个大气顶的话呢 那其实就已经很快呢 说在80年代尾呢 已经找到一些新的替代品呢 来去取代这些CFC 于是乎可以放进去那个冷藏系统做雪种呢 另外就是说呢 我们用着那些打边炉的那些gas 一支支那些液态gas呢 其实里面都要用到这些这样的压缩效果 有时候那些空气清新剂的那些噴霧呢 以前都要用到CFC来去帮忙做压缩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替代品 现在替代品的成本是不高的 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很早确定了 就不再需要用到这些CFC去做的 但是就说在四年前中国呢 其实就最终到就是说 尤其是在中国东部的工业生产呢 就很多这些多余了被禁止了的 那些化碳排放在那里了 那其实这么说呢 这几年里面 中国有没有完全没有做过事情呢 那其实看到官方是有自己的去监控在那里 就有人站出来重新再监控一下 中国东部那里的排放有没有改善的情况 那就是说在官方的层面是有去防治的措施 是有补救的措施在那里面 那当然了 客观的效果成不成功呢 那我想呢 如果有今天这个NOAA的这个人造卫星呢 那我就会很清楚了 那简单来说就是现在 哪个破坏这个臭氧层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去拗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做新闻 我记得当年 就克林顿和老布殊去竞选的时候 他的副总统Al Gore是提出了 一个政治的阿珍娜提出了这个去修补那个臭氧层的 所以George Bush就罵他是Ozoman 但是幸好现在我们2023年 这个问题已经似乎就应该是我们有方法解决的了 其实也都很败 真的有这么说 你会看到我们经常说人类对于气候的环境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但是我觉得去修补臭氧洞这个 花了30年的心力去修补这个 我会觉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来的 我不会说一定是归功Al Gore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去放弃用CFC找替代品 大家一起去谈好禁止这件事 是令到这个臭氧层可以在一个我们已经是30年时间之内去恢复 其实我算是一个已经是很鼓舞的一个成果来的 就是有些人类你肯去改 是有些是抛得回 就是起码可以说都给人听 是啊 军福图就是说原来他们在南极那里做 他们放这些东西很有趣的 就是这样去量度那个臭氧层 嗯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 那你很难做到全天后的 就是如果这些人你在南极的冬天 你想去做的时候那就麻烦点 但是虽然现在这个仪器 都不可以帮你在冬天拿到数据 但是你基本上就可以 就是可以在全球比较大的范围里做到一个全天后观察 那图片看到里面这个 这个洞的下面那个就是南极 那刚才你说到就是那个拍那个 那个南半球那个臭氧层的洞可以这样 那是不是反过来 就是这个北半球是一个相反的方法呢 嗯 怎样相反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都是你要透过有太阳光去反射的述路 就是了 就是说它在那个南半球 有一段时间就是全部是夏天就是全部是阳光的嘛 嗯 那我记得冰岛都是的 冰岛都曾有一天 就是应该有几个月时间 全部是没有赢的嘛 那是不是如果我们度北半球的那个臭氧层 都是这样度法呢 就是趁夏天去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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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说啦 你如果说着整个 就是你无论南极圈里面的地方也好 北极圈里面的地方也好 你其实都是说着 在他们最延冬的时候的 那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你就会完全几乎没有日光去召射到 可能是长一点 但是其实这么说很难统去说的 你在那个北极圈的边皮 还是去到真是深入去北极的地方 又很难去说的 因为真的可以去到历史 有些地方又长一点 是会历史到真的三个月 那没有什么阳光 那不奇怪 但是你说在那些阿拉斯加的地方 那可能有些 甚至乎去到真的去到冰岛的地方 那你只需要在那天里面 有两三个钟头是有阳光照射 其实它都拿到讯号 所以就不是说一去到冬天 整个冬天四五个月是没有讯号 但是你只要找到有一天 有足够的日光去召到大气层 其实就拿到讯号 那具体有多少C9呢 那当然我就不知道 那个仪器的参数是去到哪 那如果那个照样层穿得很厉害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那现在我们就不是住立的 那我们一路就不是很感受到影响的 但是那孔大一点 那些视觉都大到去到那些澳洲 都有影响的嘛 那很简单就是 你如果想 你如果做那些 你现在连续几个钟头晒日光溶那些呢 出事的机会又高 就虽皮肤硬了 就是如果那个照样层穿得很大的话 那些人晒太阳就会生癌症 就是那个机率就会大一点 因为它那个有害的紫外线的浓度 就是紫外线会高了 那当然了 那你人来说 你如果真是孔月亮 但是你唯有避免不要晒的 其实就是 不要晒太阳 就是这些是 不要晒的 但是你晒的时候 最惨的就是里面有一两只 比较毒的那些UV 就会晒到 所以我又觉得 这个就讲到人的层面了 你说会不会去到整个生态的层面都受影响呢 那这个又要问一些负责去研究生态的人 那我想它又会给你 我角度的答案给我们 那你不要说 就算在香港如果你夏天 下午12点的太阳你都不要晒的 是啊 那些你都 就是轻的你就轻轻的 跟着你这个脱水 但是重的那些真的会生病 就是适量 适量 晒你又不行的 但是你说暴晒那些 其实对皮肤是很差的 好 这一集里结束我们下一集再回来 现在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至少的属性 好 你 好 先 住手 在右不要